瑞士現代遭暴瀕臨破產 市場也擔憂說 國內的金控會受到衝擊 國泰金控的總經理李長根 在昨天就證實說 旗下的子公司國泰人壽 持有瑞士現代債券的部位 大約就有新台幣350億元 會持續的關注風險 但是現在國際信評機構目的 最新也預估說 瑞幸今年的虧損恐怕會達到 30億美元 瑞幸風暴持續擴大 那信評機構目的最新統計 瑞士現代到今年底 虧損恐怕要增加到30億美元 瑞幸公布的上半年虧損 已經達到19.2億美元 下半年恐怕又會出現 進一步虧損也會導致核心資本比率 低於關鍵水準的13% 這也代表會構成負信評風險 評級恐怕會更加負面 因為穆迪今年8月下調 對瑞幸評級之後 就一直維持負面展望 瑞士現代的狀況是真的很差 而市場擔憂國內金控也受衝擊 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根證實其下子公司國泰人售持有瑞士信貸債 債券部位約新台幣350億元 若有必要會依財報準則做減損評估提列可能的損失準備 富邦金控曝險部位則約128億 但今內部省慎評估目前無需提減損必要 不過華爾街日報也報導 瑞幸最近幾天加大出售關鍵業務資產的力道 推測應該是重組計畫的一部分 只是如今金融市場環境動盪 瑞幸危機 狀況恐怕會更加惡化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東在東森財經24小時故事直播